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喜欢就罗伊好像比较亲切一点 罗伊这边听起来很像踢足球的 不你现在有什么意思 中华民国西级的足球教练 对对对 台湾的足球有机会吗 你这样问是觉得台湾足球不行 不要乱笑 我觉得很好 你少来这一趟 什么时候学会台湾的坏毛病 抹黑 没有没有没有 开玩笑 OK 设计杯足球还快到了 我觉得一定要请我们这个帅哥的 我们的邱平罗伊来跟我们聊一聊世界杯 这一次有什么的看头 首先他会在哪里转播或怎么样 这一次就是在那个MOD爱尔达 爱尔达 他已经开始宣传了 对对对 他们是所有64场赛事都会转播 真的 对 很精彩的 所以就几乎要看完整个过程 就是要看爱尔达 爱尔达之外还有网络 网络有 就是中华电信的那个哈密 哈密的那个APP 可以有个看 那以前华氏呢 现在没有 这是有 有有有 有华氏 华氏也是64场吗 没有 他们好像是在预赛的时候 播大概五场到六场比赛 晋级16强之后就每一场都有 OK 这次是基本上是32队 对 32队 然后就是8组 4队4队打 打完之后就是剩16队 是 16队互相厮杀 对 就是输了就再见 淘汰残忍 真的 那个时候才精彩 精彩 但是有些很强的队被不小心 球制员的输了就很呕 不会啊 球员觉得很爽啊 就是要看出队输球 强队输球 黑马出来 对对对 这次有没有什么黑马 这有没有什么黑马对 这是黑马 呃 这是黑马 应该这样说好 如果讲了黑马 我记得如果上次世界杯上一节 大家都提什么冰岛什么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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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岛传奇吗 那时候哇 看到那个万人在那边 对对对对 那这些没有冰岛 哈哈哈哈 这些人冰岛晋级都没有晋级 对他没有晋级 OK 所以你你认为有没有黑马 当然有一定要黑马 而且最黑的应该就是 他们的主办国 就这一次主办国卡达对 哦真的对哇哇靠这个就精彩了反正也不能作弊就开始就这样看了对那说起卡达这次是阿拉伯国家第一次举办是而且是冬季在举办对那卡达有很多状况啊等等等等啊对对什么什么欺负劳工啊等等等等就对很多很正义性的话题对他现在盖了有八个球场是不是对然后园丁是12个然后来扣掉四个先帮三八个讲为什么扣掉是十五个 施工来不及还怎么样一方面施工来不及一方面是他有计算那个距离车程各方面他可能让球迷没办法可以在同一时间看不同的场地比赛这样子你去过卡达没有没有转机有转过伟中都取过啊那你比较知道那边状况蛮无聊的 哈哈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过他的整个的又在沙漠里面见他那海港然后他整个的那个环境啊啊开进车的都是开开那个大牛奔驰对对对对对都是拍最好的车当进车车然后看见你不知道是富豪还是进车司机都不好意思叫对啊所以电影拍的不是假的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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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卡达他有个呃他的博物馆可以去看看他博物馆就其实就是王室的收集财宝跟一些奇怪东西的地方嗯 然后呢整个建设的地方啊还有百合公司干嘛但是也不太能喝酒也不太能怎么样有点无聊是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很精彩了可以去一去对对对对对他机场非常棒嗯他机场你转机的时候有没有你如果做商务和商务舱的话哎没有这个这个能力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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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对对对跟太空很漂亮跟个太空城一样对然后他还有那个里面的列车嗯啊然后他如果你是做商务舱的话商务舱整个就是一个饭店一样 哎酒跟东西全世界美食随便吃对很厉害但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奇怪也没有奇怪就是有点呃可能不懂事下飞机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穿短裤跟拖鞋哦不行啊就被定了一下拖鞋要看哪一种若是呃阿拉伯国家穿那种拖鞋可以他们穿就后面有袋子对对对对对夹角去不能对就类似那一种人质拖不行对因为转机嘛想说啊就一下下结果就不行被定了一下短裤我记得我有穿过短裤 短裤他有说不好他叫我赶快换换这样是吗对所以这还是还蛮严谨的说这次卡达你去去这个比赛会有很多欧洲人去啊等等等等那穿着都很都很随便而且很热对那怎么办呢不知道哎他就是一直争议这个问题因为那边就是他的回教国家嘛对对对好那规矩比较严谨尊重他们呢应该尊重他们呢连紧身一点衣服都不行哎我们球衣裳紧身的呢韦中哥那怎么办哦对啊然后当然你说 但是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必须要尊重人家没有话讲了对那人家也举办不他们说他们会用友善的态度来面对所有的状况可是你说在那么多海边那比基尼可以穿吧我好像看规定比基尼可以穿在海边比基尼好像也不行哎我是记得说他就是太露骨一点就是说大家如果真的有人要去看球赛要稍微谨慎一点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他的同情恋哪这些还是属于非法的对可是在我看那个足球比赛比赛完那个进球之后 男的抱的很厉害那怎么办对这个也不行这也是提倡过这个问题连球员跟球员之间好像也不行没有吧对呀这个东西不是这是emotional我这个这挡不住的这个国家的法令是这样所以我也有点好情的球员对会怎么样啊像这全不是就是进球之后就可能翻根了翻根就跟队友抱在一起留在一起不是就这样吗对对对这很这很重要这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感对呀那滑的地毯上大户拥抱在一起因为足球真的要 要进一球太难了啊所以他们会不会画一个区域啊变成就是庆祝区这样全只能在那边进驻一下就回去这样 watch your attitude 哈哈哈注意你的态度 不过他们已经讲了卡达说要很要这个友善的对待啊看看会怎么样他这个八个球场中间都有列车嗯对你们会有朋友去吗 有你会有一些教练会去哎但我这一次没有去我也觉得蛮想去的原本但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怕说还没过就没有去这样哦OK但是有朋友要去对对不对那我还帮他量那个距离从最最最北的球场就要最难了好像车程不到50分钟不到因为卡达很小对很小卡达非常小OK然后他这几个球场我看了一些爱尔达的一些介绍嗯嗯嗯 他的球场都是很多是货柜啊什么很环保的二所九七式嘛对对还好几个都很特别对对对对那你们研究他那个球场的那个那正有就ного就是啊 他们原本要在他们装了最大的那个什么而路路 Problem 路时候路的最後还是什么球场那边作一个开幕嗯 但后来就是那边好像呃长店被弄好什么就是这样说就有点延后变成在是第二大的球场在弄这样子都 supp 這個方面很我覺得蠻厲害 就是錢好像都不是一個問題的感覺 錢不是問題 他們好像可以把一個球場蓋好之後 現在增加了座位 然後好像說過完世界盃的時候我要復原 那把那些多家的座位就拆掉 捐給那些要發展足球的國家 那把那個足球場回復到他原本的樣子 對對對 他們好像不在乎這個錢的問題 非常環保 然後非常就是可以永續了 對 substantial 就可以很永續的去run這些設備 insurment 就可以這樣子 他們都有這個考量 對對對 有錢 有錢 OK 很多人很多人乾完球場或怎麼樣 就希望留給下面的可以打球的人用 對 是的 沒錯 他花 希望不要那個13年預算 是兩億的那個設備就麻煩了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他們有這個問題 他們就問 他們這次的文化大使是請貝克漢 是 這個是他們的第一考慮 還是中間經過一些變化 其實他們有幾個人選 但好像沒有公布 就是我沒有 我都沒有查到什麼資料 對 但是後來就是貝克漢這樣子 這一次世界盃的文化大使貝克漢 帥哥 OK 你知道他請他多少錢嗎 應該好幾個億吧 據說53億台幣 我天哪 53億台幣 說起來你長得也不比他差 沒有 偉中國台舉 偉中國去可能比較好 台灣代表 他給我53億沙利 OK 好 這是卡達的一個狀況 OK 然後呢 呃 先講一下 這次 非法這個世界盃裡面的前五名 巴西 比利士 阿根廷 法國 跟英格蘭嘛 哈 這五隊 對對對 世界排名 還是這樣的排 對 排序 對不對 就是可能有一些落差 因為有時候有一賽啊 什麼分數影響到 但幾乎這他們都是目前比較強的球隊 所以 呃 如果你也建議 這前五名巴西的 比利士 阿根廷 法國 跟英格蘭 嗯 要看 一定要看的啊 傳統的強隊 尤其是巴西 嗯 這一界很很強 是有心血進來嗎 還是怎麼樣 哎有 他們剛好過了那個 青黃不接的時間 哦 對對對 這一界剛好就是呃 年輕的起來了 然後老的也剛好還在 就像那馬那些還在 老大哥大家帶著這些年輕的小伙子 好像蠻有拼勁的 對 18年時候就有點青黃不接的時候嗎 是的 是的 他們就是打不贏比利士嘛 那時候就出去 對對對對對 那還是有得名啊 只是說那個時候他們的力量跟整個呃 比賽的強度各方面都還是有點需要調整的情況 這是第一球隊巴西 內瑪爾在裡面 對 所以巴西隊是第一名 你認為是奪冠的權力是 奪冠的機會是非常多的 對蠻高的 因為他們算是整個不管是進攻防守端都很平衡 嗯 對 而且這些球員都是怎麼說 巴西給韋中克的感覺 你覺得巴西球隊球員怎麼樣 熱情 而且我覺得每一個都是好手 每一個都可以進攻 位子換得很快 然後也每一個都可以防守 對就是他們每個人就是腳法很好 對對對 技術很好 對對對 過去就是拿到球就是要給你玩兩下 把你玩到不行 我就要顧你進球怎麼樣的 這也是巴西被人家詬病的地方吧 就是個人的英雄主義要強烈 團隊就沒有像歐洲那麼好 對 但是因為這一屆的球員絕大部分都是在歐洲 在踢球 所以變成說他們現在已經有點同 被歐洲同化 所以打起來整個感覺蠻體力化的 跟過去巴西就是你說個人主義 對個人主義比較少了 現在最個人主義還是老大哥吧 內瑪爾吧 內瑪爾 對 內瑪爾幾歲了 內瑪爾30 對到年紀 92年 對到年紀差不多 內瑪爾在所有球星裡面 現在不能說排名 球星裡面不能算排名第一的 不算 你是以什麼來去選那個排名 錢 錢 好像已經跌出30了吧 對對對 因為他有點年紀而且他已經過他最高峰的時間 跌出1億美金了 對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所以巴西隊 比利時隊呢分析一下第二名 比利時隊就我穿著這個隊 今天穿比利時來 對對對 OK 比利時隊要怎麼看怎麼看他的優缺點 比利時是過去前兩階都會說是黑嘛 那到上一階級他們的表現就變比較穩 而且也得到前四名 嗯 所以其實比利時就是他們有他們的球員的實力 嗯 但就是每一個球員都很好 但組起來好像就是還是差一點點 他人口很少的國家 不算多的國家 而且那個國家不是分好幾個行政區嗎 他們蠻亂的語言也很多啊 荷蘭語什麼 對 嘿 所以你覺得他這次的機會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應該怎麼看 怎麼看能道看比利時 呃 因為他們的呃 有資深有經驗的球員有幾個還在 嗯 就我看剛好看完他們的這次的呃 二十六人大名單 嗯 上一屆有在了大概有十來個 十二三個左右 所以等於說一半一半的 就是新鞋跟舊鞋混在一起 那我覺得這個效果其實 過去的經驗來說是最好的 嗯 等於舊的可以帶新的 新的跟舊的如果合起來彌補不足 就有機會 OK 對 但是他們面對巴西我覺得他們還是 弱了一點 弱了一點 好 休一下還有那個後三名阿根廷法國 英格蘭 我們請我們的肉依來分析一下 馬上回來 我是王玉忠 您現在收聽的是 哎 我說到哪裡了 啊 世界杯馬上到了 我們現在身邊是我們的世界杯的球瓶 肉依 羅伊 也是我們中華民國西級的足球教練 呃 呃 而且會唱這個世界杯的主題曲 哇 嘿 我剛剛突然球丟那麼大過來 有壓力 來 一二三 嘿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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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中有聽過這首嗎 主題曲 就這樣不會吧 不止吧 這組 哎呦 這追上C段唱唱就好 哈哈哈 就這樣好 好不好 有壓力 看吧 看吧 看 很好 我至少沒有穿 唱錯好不好 唱上一屆就就不好意思了 就球了 我們說這次世界杯 呃 這個前五名巴西比利時第二名 第三名排列的是阿根廷 哇 這世界強隊阿根廷 對 啊 你你你這這前五名 你最喜歡對是巴西還是阿根廷 我比較喜歡比利時 哦 阿根廷也不錯啦 但阿根廷就是過去每一屆都是呃 強隊之一嘛 當然一定是八強一定有他們 對對對 那他們每一次給人感覺就覺得 好像 進那個小組小組賽的時候都是鳥鳥的 就踢的不怎麼好 嗯 我不不認真 啊就是靠最後那一個衝刺 然後晉級十六強 但十六強開始呢 又變了另外一隊又變得很強 啊他每一年特色都這樣子 對啊 而且世界第一球現在那個地方 對 美希在那個地方 對 所以大家還是要看呢 但很悲情啊 美希 踢了好幾屆 但就是拿不到 對 對 這就是魔咒 啊 這是魔咒嗎 呃 很難說 就是他可能遇不到好的那個隊友 遇不到好的教練 剛好遇到好好強的對手 啊 很難說 所以天使敵人和都配合不了啊 就是比較可惜一點 所以阿根廷一直在世界盃裡面 是有點點魔咒有點奇怪對不對 是的 那大家那阿根廷因為一直在世界盃的足球 的明星球員那麼多 所以很多台灣的觀眾 就像我們這種觀眾就是偶爾看看歐旬 但但基本上就世界盃的時候一定看的 對對阿根廷都寄予厚望 對對對 而且那個球衣很明顯等等等等 對啊 可是在在世界盃有時候就很可惜對不對 都是拜那個時候 馬拉杜娜的太神奇的表現 對 太神奇 讓大家就印象太深刻 覺得這個球隊怎麼都有這麼神的球員 這樣 對啊 馬拉杜娜的 事蹟太多了嘛 而且 你看那個個子那麼小 然後那時候一頭長髮 然後紀錄片也有 然後他的這個所謂的醜聞 緋聞 和名氣 很良極的球員 然後又過世了 過世大先對阿根廷就一個悲劇英雄的一個情緒 就像在梅西身上那梅西也有紀錄片 對 梅西紀錄片也很好看 而阿根廷每個球星 都從鄉下這樣子這樣子長大的 是的 他們的人生傳都蠻傳奇 對 就很有故事性很好 人又熱情 還會 那個馬拉杜娜也會唱歌 對 而且 所以阿根廷一直是很有色彩的一個球隊 我還是會幫他加油 很奇怪 也會幫他加油 梅西要加油一下 因為我覺得 過去像偉忠哥說的 阿根廷的球星都有一個故事嘛 像那個馬拉杜娜的故事就比較悲情 但比較負面很多 對 但美西的就很爭面 你知道問一下偉忠哥 你知道當初美西怎麼開始踢球 開始踢球就在小時候 有沒有聽過他的故事 對 小時候我看過他紀錄片 我踢起來我記得我在 對 我看過他紀錄片 因為他身材不高 小小的 他的腳法很好 所以大家看到他的天賦之後 就覺得應該是未來明日之星 對 但他家裡沒有錢 他需要去治療他的身高不高的問題 對對對好像放在一個什麼地方去 對 結果去學了那個巴塞羅拉去西班牙 對對對 去養 就球隊去養他 給他治療費用 他就為球隊踢球 對 他是很爭氣哦 身高有長高一點 但還是把他的所有的天賦全部都 把後天的積合起來 他就把自己變成一個最好的球員 對 這是很真相的一個故事 梅西的腳步之快 真的 太可怕 對 不速馬拉杜娜 太可怕 對 馬拉杜娜用手擋一下 哈哈哈哈 哎呦 我這個又提了 對 哈哈哈 OK 這是阿根廷 等一下我們沒戲 我們可以再談一下 OK 法國 然後就是 嗯 世界被排名的第四名 嗯 法國 哦 法國是去年的冠軍了 是不是上街的冠軍 上街冠軍 上街冠軍 對 你怎麼分析這個隊 法國呢 就是我覺得在 呃滴滴的SHOM帶領之下 球隊的發展都很穩定 嗯 而且法國這幾年呢 我覺得有個很大變化就是 以前看到法國都是呃 白種人踢球比較多 對 現在幾乎整隊都是就是黑色皮膚的人 踢球比較多 法國因為他他是半個社會主義了 基本上還蠻歡迎很多 他知道表面上的 看起來是種族熔爐啊 而法國的黑皮膚的就是非洲來人很漂亮 對 沒錯 他們多代很多代就來長得很漂亮 對對對 所以其實都要這些混血 其實法國隊在那個後緣的兵力上面就變得很強 法國隊好看 好看 很強 帥哥很多 風格跟以前不太一樣 以前都是休憩休憩嘛 現在是我真的是硬巧硬嗎 打下去 對對對 拿破崙精神有了 有超過了 席卷歐洲 真的 法國 法國上一屆得冠軍 你覺得有點運氣嗎 還是怎麼樣 不過他那個年輕選手就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 母八配 母八配 對 那小伙子我那時候覺得就太厲害了 真的 而且就是有明星范 對 啊明星范 你可以講嗎 明星范 范 Vibe 得到OK OK 明星的character 對對對他也是上一屆開始有這個被大家注意到 對對對 他自己也很殺很炸的球員 歐盟打 歐盟打很厲害 對 沒錯 就是他自上一屆世界杯後就成為整個世界 竹壇對竹目的人才 對啊 他太年輕了 才19 20那個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在世界杯就冒頭了 那時候達成十幾歲吧 19 20很年輕 英雄出少年 對 羅因你那個是什麼時候出少年幾歲出少年 我沒有20歲我就掛了 我就結束我的生涯了 OK 然後這個世界杯前五名 第五名就是英格蘭 英格蘭 英格蘭球峰也算是獨特一方 對對 獨特一方 你是指他的球迷還是球員 球迷 球迷 他的球員好像有點傳統性的打法 對 我覺得也是這陰盟打那麼多年等等等等 我覺得也好像有點傳統性的打法 偶爾會有一個一個大將出來 那以前不可否認就是以前的貝克漢 貝克漢 對 這每個年代都有一兩個還不錯的 對對對 那他們就是 不過英格蘭就有個很特別 因為你知道有看英超 偉忠哥有懂英超嗎 我看 但是我不能說懂 對 反正英超就是培育了很多球星 這球星會拿了很多很高薪的薪水 對 所以其實踢真正的英超 踢英超聯賽跟踢世界杯 如果換你是球員來選 你會怎麼選 英超 對啊 對 你可以賺錢嘛 對 所以其實世界杯對英格蘭的球員來說 就是有點 嗯 我踢好像幫國家爭取一下 好像還不錯 但 我的重點舞台還是在聯賽上面 所以他一直過去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球員都不認真踢 國家隊比賽 嗯 國家比賽都出去玩樂啊 什麼的 就是有 他受傷或怎麼樣 對 這是重點 OK 不過這個英國的球迷就是就是足球流氓嗎 對 足球流氓 足球流氓有 登記有案的是多少 兩千人嗎 不只超過 其實超過 呃 你說哪裡登記 就是他們自己英格蘭 對 在英格蘭的足球 足球這個 過萬流氓 過萬人啊 對 過萬人 那卡達就是有限制嗎 我覺得卡達他不可能會這樣限制 但是我覺得英格蘭會自己跟他的球迷說 這部分可能要稍微克制或怎麼樣 你說跟海關講嗎 我怎麼知道 因為卡達他是主辦國 他不可能不拒絕啊 對不對 他不能明確 足球流氓還是很好看 足球流氓 他是登記有案的足球流氓 對 我這裡遇過這一千 他們真的是從英格蘭開了那個公車或大巴大巴這樣開開開開開到那邊 對這很厲害 英國你反正你穿這個衣服你敢進那個英國的酒吧嗎 不敢 對 然後很多各球隊英盟之間英國那個比賽之間 你穿對穿錯衣服完蛋了 真的真的 小白兔霧露叢林就完蛋了 真的 所以我去參加過他們的看過那個比賽 我出來的時候真的要保安陪同出來才可以的 你啊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我就坐在他們的隊就是那個打對家 我坐在對家嗎 所以走的時候他們會圍著你走 因為他疏散沒有 所以你穿的制服 我當然沒有穿 那穿的就慘了出不去 因為他們看你是從另外一邊出來 而且你又是非他們英格蘭人 就是外國人 我是亞洲人的臉 那他們就覺得你一定是投另外一邊的 你是另外一邊的球迷 所以他們就會轟你 過去 你們怎樣怎樣啊 我們又贏啊 你們搞我們社馬什麼的 就很多 真的 找些理由來去整你 對 那我們就被警察圍著我們也出一些警察怕怕的 就都不敢看投地 英國流氓 英國的足球流氓太可怕 很有壓力 好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這個 看看有這次有沒有這五大五大球隊之外有沒有別的黑馬 好馬上回來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王元忠 你現在收聽是 哎 我說到哪裡了 世界杯馬上就要開始了 11月20號到12月18號 MOD的這個 呃 有轉播 對 愛打MOD 有轉播 華誓也有轉播 華誓是轉後面的決賽部分 不過16 32隊淘汰變成16隊之後 呃 也很精彩 對一打輸一隊就下去輸一隊就下去 新招個大 大可真的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一個網路的媒體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呃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肉 我們的世界杯的球球評肉 我們聊到剛才聊到 五強啊 這個是世界杯的排名巴西比利士阿根廷法國英格蘭 呃黑馬 我們也聊過 對啊 黑馬就是不知道是哪一個會跳出來就黑馬 不知道 對卡達嘛 剛才我想聊一下卡達嘛 就卡達是一個啊 就是一個啊 你為什麼卡達有夠這麼強嗎 呃就是沒有 從過去主辦國的一些案例我來講說 不知道偉忠哥有沒有印象 2002年日韓班世界杯的時候 當然 韓國達到第幾名 哦 對對對對對 哇第四名黑哨什麼的都講的非常嚴重 欸主辦國另外的日本 16強他就下去了 對 所以我才說其實主辦國還是有一些黑哨 不是黑哨 就是有一些地主優惠 對對對 幫忙他們一下 是我覺得卡達 哎呀又有錢 這幾年他們積極的去招攬那些叫什麼規劃球員 嗯 往前把整個球隊養的蠻厲害的 所以他們2019年亞洲杯他們還得到冠軍 嗯 就國際人士進來嘛規劃球員 規劃 國際規劃到國 卡達對不對 對 所以這次尤其在卡達 我不知道卡達的球迷怎麼樣啊 啊 會不會很很 看他激烈程度有沒有像英國的這個足球流氓 就不知道 哦 應該還是有了 但他們也比較熟練 那卡達 不敢擁抱 也不敢怎麼樣等等等等 就是單純的這樣子 OK 那球星 我相信啊 很多球迷跟我一樣啊 我們只看熱鬧 你是看門道的 但是很多球迷就像我這樣子 到世界杯的時候會特別的開心啊 平常不太看足球偶爾看看啊 球星 這我們列了幾個來 這是民第一個 我們從第一名開始 梅西 啊 來 聽著朋友記住 不管你什麼時候認識他 或已經認識他了 我們還是要讓很多聽朋友知道一下 來 阿根廷的 阿根廷梅西 其他應該有看過他 畢竟也不見得有些人從沒有 他有廣告 廣告 洋芋片的廣告 對對對 但是我是說 有些人還是第一次進世界杯啊 對 反正他很重要 對 對我們剛才也講過了 對 這位足球金童就是 得過很多個人的榮譽啊 比如說歐洲足球先生的各方面 好幾屆 然後他的一生也是蠻傳奇的 剛剛有跟韋中哥提到 就是個人問題啊 因為身高問題 但還是很積極努力的 去訓練自己 然後得到一些幫助 之後就乘上這個國際大舞台 對 但我覺得他是一個悲情人物 你怎麼覺得他悲情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實力 阿根廷實力 整個國家實力也不弱 對 但他們每一次進去大賽 總是拿不到一個冠軍 我是說世界杯 魔咒 魔咒 對 然後尤其這種世界 這明星球員被大家盯到之後 球隊也盯了你 對 因為你提進一球 那個球隊整個 哇全世界都沸騰了 美希進球了 哇 所以我覺得這個明星在世界杯的時候 壓力很大 對 所以大家都看到他 而且這時候 間接有覺得會馬拉杜納害他的 當初馬拉杜納要離開國家隊 就是他當總教練嘛 帶著美希進來的時候 他就講一句話說 這個比賽就是美希就是我的中心人物 你就要靠美希 結果給了美希很大壓力 而且還說美希就是唯一他覺得 可以傳承他的一搏的人 就變成說美希扛了這個 哇包袱 對 對 所以變成他每一場下場 美希你看他臉色 你又懂得啊 那種壓力多大 可是已經身經百戰了 哎呦 那國際賽場又有這種光環 這麼多全世界人看著那種情況下 跟他這踢那種比賽不太一樣的 好 那你說美希 好 那那個葡萄牙的西螺 那壓力更大 帥哥更大 啊 這壓力更大 這身上自己做過銅像的 我開玩笑 對 同像 那些銅像走下來了 因為行動藝術 其實是自己吸的 對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的 多餘的脂肪 對 那不是更那個什麼 壓力更大 真的 他年紀很大 37歲 37歲了 對啊 所以呃 這些葡萄牙的名單還沒有看到 要看 要到時候看到有沒有 這一段 名單 如果他有進來再踢的話 他應該是 世界被參與最多階的球員 他現在沒有說他不踢啊 對 他一定會踢的 對啊 他從來沒有說他退休 我覺得他40過後他還是會踢 身體太好了 對 身體狀況太好了 對 但的確跟他當初就是20幾歲的時候來比的確有落差 就是以前真的是通常跑box to box都不會累 嗯 但現在呢 他就是比較都是前線幫忙攻擊 但防守斷就比較少一點 對對對 也是悲情人物 對 還沒有拿過世界杯冠軍 哈哈哈哈 他跟美希兩個都是整個就是非常正面 哦 哦 既很認真 很認真 好像希羅 他認真程度到怎麼樣跟你說 他請隊友去吃飯 嗯 吃什麼 吃雞胸肉 無聊 我是球星耶 來 你聽我來吃大餐吃雞胸肉 雞胸肉不錯 我們每球人都應該這樣啊 不錯了 他請吃素就完蛋了 哈哈哈哈哈 吃素體力就不夠 但只有雞胸肉 哦 OK 太自律了 對 很自律 對 跟自 他非常自律的人交朋友形同嚼辣 對 哦 對對對 所以希羅朋友就比較少的意思嗎 對 呀 好 這一位 我覺得就是我們剛講的法國的 Mbappe 他是發音要怎麼講 Mbappe Mbappe 他現在應該是23歲 對 23歲 沒錯 上一屆世界杯的時候 就頭角正龍了 哦 那時候還小孩子 對 還沒什麼名氣 後來巴克不得了啊 也進球 然後又又帥 後來這幾年我就找歐盟的時候不得了 對 然後來 Mbappe 我們都多介紹一下 這位球員呢 就是英雄出少年 對 19歲住上國際大舞台 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跑超級快 嗯 怎麼快呢 就是我覺得 我有去看那個速度評比 如果是球員速度來說 他 歷史的歐洲球員來說 他應該是前三名之一 哦 真的 對 有沒有算怎麼算的是百米 有沒有算一百米 就是把他們比賽的時候 曾經跑過的時候的速度來去做記錄 你知不知道他百米排多少在球場上 嗯 他哦 我覺得以他的速度換算回來 我覺得有機會在10秒內 哇 10秒內 有機會 那個跑奧運 奧運那個百米差不多 跟那個優勝Bow 優勝Bow 可能差半秒吧 對 半秒這樣 當然在 如果在100米的比賽裡面差很多了 嗯 可是如果在足球場上這樣拼著Average的話 不得了這個速度 是的 哎 他就是把美希的球隊送回家的呢 他們跟美希那次上一屆的世界杯比賽的時候 他個人就從他的速度海放了對手進球的 王八北 各位要注意這個 就是上一屆法國得冠軍很重要的一個 對 這個少年人物 這一次 大家看他23歲 不曉得之後身家會破幾億 都不知道天文書枝算不出來了 現在是第一名吧 但因為錢應該是一億美金以上 對 一定 好休息一下還有兩位再給朋友介紹 我是王宇宙 你現在收聽的是A 我說到哪裡了 來賓坐到旁邊 歡迎我們世界杯球評的Roy羅伊 世界杯快開始了 11月20號到12月18號 在台灣的這個 阿爾達有轉播MOD 然後華視也有轉播 OK 我們剛才介紹了一些球星 我們還有幾個球星要介紹 這個是比利時的德布勞內 對 這個我比較陌生 對 前面幾個什麼 什麼希羅什麼 這個我都還建議 這個我就比較陌生 好來 我來講一個 不知道偉忠哥有沒有看過一個 外國的卡通叫丁丁歷險記 有 有沒有覺得他長得像丁丁 丁丁歷險記不是英國的卡通 對對對 對對對 就長得像丁丁啊 主角 你看一下呢 想像一下 因為他 丁丁 丁丁丁的頭髮沒有 他一張一張 對對對對 他之前是翹翹的 這張可能結的不是很好 OK 對 我都叫他叫丁丁 OK 因為他長得很像 這位球員呢 他比較特殊就是 他是 他不是像美西亞希羅這樣子 就是在前線攻擊射門的 他是一個中場球員 送球的 對 送球的 但他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他的送球的準確率 真的沒有到百分之百 就炮兵嘛 那個炮彈要打得非常準 對 對你要踢足球最重要就是什麼 就是除了會進球以外 也要助攻啊 送球的人 對 送球的 他就是應該是說 世上最強送球的人 在籃球來講 就是他的視野很廣 所以他可以妙傳 妙傳是後衛很重要的事情 他屬於 point guard point guard 或者是那個 對對 他是屬於在中間 中間準備要送球的人 對 沒錯 準確度之高 他個子高不高 他個子也不是不矮 好像180公分左右 所以他送球的天分 對 各位比利時的德布勞內 就是基本上 各位如果看比利時 比利時是上一屆的 不是 是第二名嗎 不是 第三名 第三名吧 忘了 比利時世界五大排名 第二名的比利時球隊 注意看這個球員 德布勞內 他怎麼送球 因為現在我們剛講的 這些攻擊性球員 德布勞內 送球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個 這個就是啊 巴西的內瑪爾 哇 這是巴西 我覺得也是我們非常喜歡的球隊啊 他已經 他在這個上一屆表現怎麼樣還好吧 好像也是米球 也是明星好 但是也是表現不怎麼不怎麼樣 對我覺得內瑪爾 其實他是很有天賦的球員 其實個人的技術腳法一定是沒問題 嗯 但他比較大的問題在於說就是他個人主義比較強 是 像美中哥說的就是球呢 或是整個光彩 一定要spotlight 要打到他身上 老大哥 他現在巴西的老大哥 對對對 但因為他現在的那個身體素質水準已經有點下降 越年紀大30歲 而且年輕的就他的學弟全部都起來了 所以變成說其實有點擔心 你看他們大名單之後都不曉得能不能把他排上去 真的 對 哇 內瑪爾在在很多人來講 還是巴西很重要的球員 是啊 對 大家知道他不是都記得什麼犯規滾好多圈呢 內瑪爾滾 對 內瑪爾看起來有點老態了 對 那上一屆的時候還是年輕 我中哥不要這樣說人家把頭髮染白而已 他還30歲 對對對 但是看起來就 是 像當年弄 瘦瘦的 對 精瘦精瘦的 對 上一屆很多人 2018年很多人看好他 對對對 巴西的球魂 很多人看 巴西都一直被大家所注意 因為很熱情的球隊 如果球迷來的話 哇那個整個裝扮那個整個那個球場那個精彩度 對啊 對對對 就是森巴舞啊 女郎們跳啊 只好很熱鬧 他們也很熱情這樣 對對對 巴西是以後要這個老伯不要去我要去一下 啊 沒關係 還有一個 我喜歡那個英格蘭的哈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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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員 我覺得要知冷靜 而且好像很有領袖的那個 對那個架構 對對對 而他在這個陰盟打的也很好 對 對 他的話 我覺得有些小故事可以跟他 大家分享一下 就偉忠哥喜歡蠻多多講一點 我記得就是在他15歲時候 他帶去就是算是有點嘗試一下 就會進國家隊的U15的球隊 那時候呢 他就帶去的好像他爸爸帶他過去給那時候的總教練看一下 那總教練就說 這個球員看起來就是雖然是身高高 但很遲鈍 反應不好 所以應該沒辦法 但他是自己都不放棄一直很認真的踢 我絕對到我想一下到他22歲的時候 在熱吃第一次上舞台的時候 他就顯出他的個人實力 那時候其實大家有點跌破眼鏡了 沒想到這個 當年被已經評為就是不太可能的小伙子 竟然可以躍上那個大舞台 其實也是蠻勵志的故事 因為他自己也是對於過去那些球星有的那些 剛提到嘛 英格蘭球員都比較不認真去大比賽 然後又愛玩什麼的 他一點都沒有 他是一個愛家的男人 這一個嘛 對 Hurricane 這一個 Hurricane 愛家男孩子 男人 他老婆我記得上次踢 歐洲被要生的時候 他還是先為國家效力 踢完再回去 他老婆好棒 他們可以等他再是孩子說出生 等不住了 他待不住要出來了 他還是那個 所以我覺得他形象真的 對於英格蘭的球員 過去的形象來說就是蠻大的改變 對對對 一個精神領袖 新的精神領袖 對對對 很nice 很humble 很謙虛 我記得上一屆的時候 他表現的非常好 對 送球啊 然後進攻啊 都非常非常好 就是他不會很貪攻 但是他因為提拔後輩 這件事很難得 對很gentlemen 對 這很重要這件事情 好 我們是最後一段了嗎 哎呀 如也我們時間過得非常快 所以這個世界杯足球賽又到了 如也也會在這個華視做轉播 這次我覺得很多人不看足球 可到世界杯足球賽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熱起來 是一個好的事情 對沒錯 尤其這個 11月20號 11月26號選舉 選舉完就開始進入決賽 所以政治可以大家全民可以 是的 從這選舉的這個污泥中出來 之後大家可以開心一點 好 謝謝肉依 謝謝尾中哥 感謝感謝感謝